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因为目前台湾很可怕 就是儿童脑炎的部分 医生说有可能万分之一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可怕 很吓人 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 记者有特别提到 就是关于儿童脑炎患者 确切数字有没有掌握 罗颖军说 有很多中症脑炎 还没有列入公布名单 有可能会有几天时间上的落差 那么事后会补上 就是因为现在在台湾 儿童的致死率实在太高了 所以郭彦均说 很多的孩子走了 我不知道 身为世保罢治好 就是你看到郭彦均说这样子 很多孩子走了 这个是在制造恐慌 是在造谣吗 因为卡绿班网友 是这样子出征他洗版他 当然不是 我现在访问那些人 请问你们要几个孩子走了 你们才会有感觉 政府才会真正想到这些小孩子 你到底要几个吗 一个 两个 现在七个了 你要九个 十个才算严重 才算你应该要注意才算多 所以数字根本不是问题 我一再强调 每一个小朋友 真的都是爸妈心头肉 我目前有三个小孩子 六月即将迎接这个最新的那个 我现在烦恼万分 为什么很多问题 来这个小朋友出来了 他在医院这么小的年纪 他有没有东西可以帮他预防 我们很小心没有错 可是大环境是这个样子 我要怎么做 政府现在没有给我指引 新生儿要怎么办 小朋友另外一个十岁 疫苗是可以打 可是你现在五岁以下小朋友 现在还没有疫苗可以打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辉瑞其实BND他们已经最新的 一个在紧急申请EUA的疫苗了 我们的卫福部有没有想到 没有刚刚程中是说 所以家长要小心 不要染疫 真的啦 就记者问说五岁以下不能打疫苗 他说所以家长要小心 我们一定小心 我回家大概洗澡洗三遍 回去跟那个疯子一样 拿那个酒精掉的猛喷 喷了有时候眼睛都被刺到好痛 我们小心是 当然会尽量小心 可是小朋友还是无辜的 你要我小心 难道要我逐步出户吗 我要不要继续赚钱养家 还是需要吗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跟我一样 大家还是需要一份工作 谁会想要确诊 我请问你 没有人要确诊嘛 是不是 所以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今天这些1450 我真的拜托你们 你们要骂可以 要行政治斗争可以 但是当你们看到生命逝去的时候 拜托不要讲这些543 好不好 每一条生命都是可贵的 尤其是小朋友的生命 我们来看看 郭彥均到底哪一句话有讲错 其实我很多在医院里面的朋友 不管是医生的护士 的确告诉我 现在情况其实慢慢开始严重起来 中重症也开始增加了嘛 所以医院的情况紧张 当然是一定的嘛 那小朋友的确 新闻有看到也是有人 有小朋友不信往生 不信过世啊 那这是假的吗 请问一下有什么道理 要讲他是在乱讲 没有嘛 你要把他凹成说 他是要制造大家恐慌 难道台湾社会 一向被大家 非常非常这个引以自豪的 民主社会 这个民主殿堂 难道我们现在连 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难道我为了一个 小朋友的生命逝去 我感到悲哀 我说这么多年轻又小的生命走了 我们难过 这样不可以吗 我实在想不这些逻辑 所以我拜托现在主政 我个人觉得啦 现在主政的包含陈时中 包含陈部长 包含我们最上位的蔡总统 我们从他这个去出访的时候 来这个各议院慰问的时候 或者是 陈时中部长那句经典名言啊 他没有睡在木板上 有睡在这个纸板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不知人间疾苦 拜托你们要用心 我一直觉得 从政者当一个领导者 一定要有温度 一定要人心 所以人心要宅后 如果从政者缺乏一个真正爱人 爱社会 爱你国家人民的这颗心 那你赶快下台 好台湾的这个彭博社呢 帮我们这个防疫任性排名 我们现在排到51名 51名 这是5月26号最新的 在这边我们第51名 第51名是什么 全球53个国家在比 所以我们是倒数第三名 那我当然很好奇 我看最后两名是谁 倒数第二是中国大陆 那垫底的是俄罗斯 好那台湾 我们当然是要跟好的比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其实不远 不久之前 1月28号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防疫任性 是第8名 我们有挤到第8名 好那所以现在网友就说 天哪看到这个彭博社的 这个防疫任性排名 我们从前段班 一下子变成吊车位 所以大家网友在亏啊 说网军集结中 好等着被出征 这一定不准 外媒明明都在问 台湾防疫怎么这么好 还有某党喜欢的时候 就大内宣 不喜欢就冷处理 好那我们来看到 陈时中有特别 在刚刚记者会回应了这个部分 说我们倒数第三 台湾的防疫 因为毕竟他最近有点糗嘛 对吧 他真是全世界一轮大满贯了 都在大外宣 投书英国媒体 美国媒体 土耳其媒体 投书日本媒体 都说台湾的防疫 做得有多么多么的好 而且还说一定呢 要把台湾纳入WHO 让全世界各国都受益 这是台湾防疫 结果呢我们的防疫排名 是全世界倒数第三 陈宗说 因为我们最近的疫情比较热络 相关确诊的人比较多 所以评比下降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排名可以往前 现在是疫情起来的必经之路 希望能够在医疗 药物 整体社会经济安全的兼顾 是我们所努力的 宾格 他在胡说八道 彭博评比的 你知道参考标准是什么吗 其实是疫情当然本身 有部分的考量 可是他最重要的考量 其实是你的开放整理 边境开放 自由自由程度 那问题来了 问题是大家记不记得 当这一波政府虽然没有名讲 可是实际上就是要 我们跟病毒共存的时候 蔡英文说什么 说是重症清零与正常生活并行 对 请问一下 我们重症现在清零了吗 完全没有 没有啊 重症越来越多 越多啊 你勤不完零啊 就算我们把过世的人 都当做清零好了 你死了越多的人 就重症的还更多 所以你根本没有做到清零啊 所以第一个就破功了 第二个请问一下 你现在在过的是正常生活吗 有人觉得这样生活很正常吗 蔡英文是 蔡英文你生下来的时候 是戴着口罩伸出来是这样 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 绝大多数学员都在视讯上课啊 这就是正常的上课状况吗 很多公司 什么无薪假的无薪假 然后 然后远端上班 work from home的一大堆 那请问一下 然后一天到晚再快筛 这有哪有正常啊 谁会正常啊 这就是个非常不正常的生活嘛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的朋友们为什么会下降 你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两边都做不好 你既不开放 我们限制一大堆 边境管制其实还是蛮严格的 对 相对很多国家还是蛮严格的 然后呢 我们的疫情还很严重 嗯 之前不是有个北韩帮我们顶着 我们早就是世界第一连续好几天了 不是吗 现在人家北韩都掉下来 当然北韩怎么掉下来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 台湾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啊 我们今天又创了新高 所以你两边都没做好嘛 你管理既不开放 然后呢 你的疫情还更糟糕 那请问一下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有个消息很多人很高兴 因为日本说它要开放团克旅游了 6月10号开始 结果呢我们不能去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能去不是对方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到现在 不准开放旅行团出国 我们到现在的限制还是这么严格 所以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是像中国大陆一样 限制非常严格 那他把疫情压下来 那没话讲嘛 对不对 结果我们是限制很严格之后 疫情还更糟糕 请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两头空啊 你到底想要往哪一条走 你到底是想要往青年的路走 还是想要往共存的路走 我们政府没个准嘛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我其实也赞成要共存 因为这个东西你挡不住的 可是问题是 共存的先决条件是 你要先把所有的 相关准备工作做好 当然 没有做得十圈十妹的 一定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没想到的 那没想到你要赶快加速补强 我光讲 随便讲一个东西 绿色通道 对 我们从4月的时候 疫情开始起来的时候 就讲说要有绿色通道 对不对 请问一下现在绿色通道在哪里 有啦 我刚经过一个人行当 那个人行当其实很绿色 那个叫绿色通道 到现在很多小孩子很多大人 为什么还来不及到医院去挂 就是因为你没有绿色通道 求助无门 真是求助无门 是啊 然后你知道今天还有一堆 可是今天也还在讲绿色通道 一直都在讲绿色通道 所以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你从4月就开始了 你绿色通道花一整个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时间 你建立不起来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表示你整个防疫情绪中心失能 今天还有人去攻击谁 攻击柯文哲 说你看他小孩生病了 他小孩生病有特权 什么特权你知道 一个联合医院 小儿科主任 还有一个台大医院的急诊室主任 两个人去道府去看他 你看这么严重 特权对不对 一个他爸一个他妈 不是这样吗 人家故意这样酸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塔利班 就每天在找别人的查 然后自己在享受特权的时候 都装死 都看不见 所以人家故意这样酸的 柯文哲跟陈佩奇 两个去看他儿子有什么不对 那这两个一个台大 急诊室主任另外一个 联合医院小儿科主任 不就是这样吗 那问题是 你要知道 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医生 他们小孩子一样会确诊 对 他一样要去挂急诊 很多人都摔 你儿子为什么能去挂急诊 请问一下发高烧了 人都匡分了 对 听说一度失去意识 不是这还不挂急诊 这还不挂急诊 要怎么样才挂急诊 然后罗一军怎么回答 罗一军 人家说那个小孩子 如果发烧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没有烧到41度之前 都叫你待在家里 41度 你开什么玩笑 你知不知道很多父母 如果看了小孩子 一直在那边发高烧 比方说41度 他如果持续37、8度 你会不会那个心都停不下来 陈时中有针对这个回应 他说很难用温度去判断 只是提出超高烧到41度 要特别注意 但是不代表38度到40度 就不用注意 可以服务其他的症状 我自己也有孙子发烧 我也看过很多症状 自己也当过小孩也发过烧 医生会讲一些特别的警讯 不到发烧到要配合其他症状 要注意 一发烧就是要送医 他说这样讲法 还是值得商榷 那到底是怎样 他就是 你们防疫指挥中心 没有一个标准的标 就是SOP吗 告诉民众要怎么做 人家在等你们这些专家做指引 只有你们每个专家 讲的都不一样 那请问一下 那你就规定41度 那现在又说38到40度 不是不注意 那这怎么 那到底是要怎样注意 所以大家被搞得有啥啥 然后 他们每天都在讲一堆干话 叫你父母要注意 谁要注意 你以为我们没在注意吗 那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注意 你每天拿个放大镜 看着我小孩 动都不动 是这样吗 请问一下到底怎么注意 然后你 人家去跑去急诊 你说浪费急诊资源 那不跑去急诊 死了你怎么办 你自己有病 是这样子吗 整个政府搞得乱七八糟 完全没有任何SOP 所有的事情每天在后面追 如果是真的追赶 那我辛苦你了 至少你有认证在做 你根本连做都没做 最可怕是这样子 我刚忘掉讲一个 他看到医护躺在那边的时候 结果很同情医护对不对 对啊 就讲说这样好了 护兵比我们调成1比7就好 还是要提高 本来1比15啊 他已经佛心来着你还怎么样 缝你的头啦 因为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 你到现在是不承认医疗 量能崩溃的哦 你说医疗量能很充足哦 你告诉我 请哪一位哲学大师 还是哪一位邏輯大师 告诉我 如果医疗量能充足的话 互并比为什么要提高 谁能跟我解释这一点 你要提高 就表示你的医疗量能崩溃了嘛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人手不足嘛 所以只好互并比提高嘛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还要再狡辩吗 什么陈思东我刚刚听到他在讲说什么 我们要来做协调 人总共就这么多 你怎么协调 你有新的胜利菌可以投入吗 老实讲柯文哲至少 我记得去年他做了一件事 我想一想政府其实应该才行的 就是他征召退休的医护人员 对 他很早就做了 对可以拜托你们来投入 那请问一下 防疫图备中心有做这件事吗 如果连这件事都没做的话 请问一下你协调有什么狗屁用处 你没有新的人去投入 还不是那几个人在干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不要再唬唬人了 大家都是有智商有智慧的人 你在那边过我就不信 台湾现在还这么多人会相信你的胡说八道 这个兵哥提到医护的这一块 那陈忠忠当然就说 那反正我就多给津贴多给钱 可是问题是 在今天我们看到是台大这个企业工会说 筛检站有一些非医护的行政人员 他们一样很辛苦 他们一样超时工作 但也只拿到4000元的防疫津贴 所以换算下来每小时补贴不到10块钱 那陈忠就说那要根据工作性质和染疫风险 我会去查看看是否恰当 淑慧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已经也不是钱的问题 对 有时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对 刚刚那个兵哥说 那个医护比提高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是产生双输 为什么 当你这个医疗人员太累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就很有可能出错了 对 然后照顾会不周 那这个情况底下 其实对于患者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当一个医护人员 照顾这么多确诊患者 他本身染疫的可能风险又会很大 所以当一个医护人员如果又倒了以后 我告诉大家那就不是1比7了 陆续的倒 那就是陆续的医护比又更高 可是一旦更高 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双方都不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的是说 疫情已经两三年了 为什么台湾的专折病房都是不够的 现在如果说我们医疗量的人已经垮了 医护比已经成全超过的时候 大家先想想看 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还留在家里自己康复 我们其实很多 这个确诊病患是留在家里的 只有很少数的中重症 转到医院去给医疗人员照顾 可是都瘫痪了 病房都不够 专折病房都不够的时候 那就知道这三年你根本完全没有准备 我们知道这个就跟当年的SARS是一样 COVID-19的这个患者是不能住在一般的病房 他必须住在譬如说隔离的 或者是说现在确诊者跟确诊者住的 如果你一间房间是要多床的话 那只能确诊者跟确诊者住 而且里面的照顾人员 他都要有特殊的这个配备 我们从两年前就一直讲 我们要增加这个专折病房 以及专业的护理人力 因为SARS给我们的经验 我们曾经经历过SARS 结果呢两年过后 不要说我们2020年手忙脚乱 我们21年还是手忙脚乱 到了22年还是手忙脚乱 所以这三年我们的牙医 我们的牙医 你把大家的牙都拔光了吧 那我们的牙医陳时中部长 你到底做了哪一些准备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问号 那还有刚刚这个兵哥讲的 我们前端后端都做得不好 我们前端后端 坦白说为了保险业 我们不断的在放宽这个居隔的条件 这也很可怕 我们等于是把一个大的危险公共危险 只为了让保险业可以少赔一点钱 就转嫁给社会大众 大家想看尤其是说同住家人 三季就不用居隔这件事情 根据台北市的统计 同住家人染疫的几率超过六成 很高耶 超过六成 非常高 然后你三季就不会染疫吗 错 三季只是比较不会转中重症 染疫的几率 赶快啦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一波长照机构 里面的群聚状况这么严重 长照机构是台湾第一批 打三季的 打满三季的民众 所以打三季跟你会不会中 跟你会不会传染给别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陈时中不告诉大家 他让大家误以为打三季就安全了 然后打三季就可以去玩了 打三季就可以不用居隔了 这是把大家放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 再跟大家讲一次 打三季不代表安全 如果打三季是安全 我告诉大家 欧美根本不会出现Omicron 这种疫情的高峰跟海浪 因为欧美很早就打完三季了 以色列都在打第四季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指挥中心 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有一些东西你不告诉我们 让有一些黑暗面在里面 跟我们无关我们就认了 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 我们疫苗采购的价钱是多少 大家好像忘了去追问 连立法委员都忘了去追问 疫情已经两年半了 那刚刚淑慧点出了很多问题 我就很拿闷 想说一来已经两年多了 二来在指挥中心里面的 都是专家中的专家 可是为什么做起事情来 会这么的哩哩喇喇喇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媒体员陈文倩 就说陈水扁跟蔡英文的 防疫思维不同 当年SARS时期 陈水扁知道非比寻常 所以他让一流的人上场 指挥系统也很快就跟进了 但他有可能 现在总统不一样了 思维也不同 再加上卫福部长 有参选的可能性 不太承认错误 现在发言不是为了批评 而是为了让民众得以自救 所以淑慧这也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我们都很纳闷 你指挥中心有这么多的专家人才 可是你好像跟第一线脱节 那我们聊到了很多 包括现在碰到的 不管是打疫苗 或者是视讯问诊 视讯开药的部分 你都完全没有了解 第一线的这些医生进来 这个团队是不是 这就跟柯文哲说的一样 你后面站的那一排 不都是我们同样的老师 打出来 我告诉大家 指挥中心没有脱节 他也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 而是他有太多自私的考量 还有做不到的地方 什么叫做做不到的地方 譬如说他也明知道说 有一些情况 快塞羊就应该投药的 你根本不要让大家再来PCR了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 扭扭捏捏的拖拖拉拉 为什么 因为药不够 因为药不够 所以一开始柯文哲跟陈时中在吵架说 到底是要PCR羊才给药 还是快塞羊给药的时候 我就说不要争效 根本是药不够 PCR羊都没有药 现在所有每天的确诊病例 不都是PCR羊吗 到今天以前通通是PCR 对不对 给药的比例多少 从1% 也到现在才8%而已 也就是大部分的PCR确诊 而且是慢性病 高危险因子的 都没有拿到药 所以你在跟我炒PCR确诊 还是快塞确诊 你在炒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 他根本药不够 第二个 我说太多意识形态 跟私心自用 去年的BNT采购 不就是这样吗 BNT没有 郭台铭他们要捐赠BOT BNT没有被挡吗 台湾民众又不是白痴 我们又不是白痴 郭台铭又是白痴 后来是因为正言说话了 正言怒了 蔡英文才赶快 让BNT的捐赠开始进行 可是原本再更早一点是 BNT在去年的二三月 就应该买了 结果传出一大堆 所谓的佣金 所谓的利益接入 然后还所谓的上海 什么复兴等等的 意识形态是才让BNT的疫苗 足足晚了六个月 所以不是他脱节 不是他不专业 而是他让其他的是 凌驾在他的专业之上 快筛也一样 清冠一号也一样 我跟大家讲多荒谬 去年在欧美都买得到 台湾的清冠一号 只有台湾买不到 对 我跟你讲 今年什么现在买不到了 很瞎吧 他让他先卖到欧美去 不准他卖来台湾 不是说他不卖回来 是不准他卖 到底你觉得清冠一号还不安全 所以不让他在台湾卖 但是去给外国人吃好了 还是说你台湾要保障 什么样的市场 所以把清冠一号 这种国产的好药推出去 这是一个 去年很多快筛四季 国产的研发 早就在申请EUA了 不给 也让他到国外卖 香港的屈城市 买得到台湾出产的快筛 结果去年疫情 台湾的快筛核准 是什么时候呢 核准国外进口的 对 核准国外进口的 大家不会就觉得很奇怪吗 快筛四季 其实已经是很简单的技术了 台湾有能力自主研发 结果我们要求说 你只能卖到国外 你不能卖到台湾 台湾要用的 用进口的 那就是要保证那些进口商 保证那些大药厂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让我们生气的 并不是说 有人命的过失 或是确诊比例一直在增加 因为那是欧美都在发生的事 让我们生气的是 很多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对 对 你没有准备 政府没准备 譬如说快筛 快筛在昨天 城中记者会上已经宣布了 又要放宽了 中低收入户 免费发快筛剂 结果今天行政长孙昌加码 0到6岁的儿童 可以领5G的免费快筛四季 那当然大家就觉得说 还不错 可是你知道 有家长 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在说 5G根本不够好不好 真的不够 这个量有多大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想说 尤其现在像台中也好 或是像新北也好 都在呼喊说 拜托好不好 全民普发快筛四季 全民普发 我们有在想 应该也会 应该也会从善如流 可是这个到时候宣布 会有谁来宣布 应该就是蔡英文总统 可能到时候他就会 这个全民快筛普发 是留给他来宣布吧 所以整个过 有点 连这个你都觉得 好像是怎么样 在施舍 在施恩于民的感觉是不是 志豪 这个早点发嘛 是不是 你现在感觉到 民怨沸腾了 你都要做 为什么早做 就像快晒阳级确诊 你都要做了 为什么不一个月前做 那就要拖 然后学不像 基本上我不去这样讲 我观察到这个 现在这个政府 尤其在这次防疫 我觉得他是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傲慢 怎么讲傲慢呢 其实刚刚那个 尤伟也有提到 其实我在 两年前 刚发生 刚发生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华航 那时候我就观察到很多事情 然后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查证 我的脸书 两年多些的演算 我都还在那边 大家可以去看 我就讲 要普塞 那是唯一可以防堵的方法 那最后他说普塞 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理由 不行 那我说我们就类普塞 所以类普塞就是入境普塞 后来终于做了 然后那时候 我跟他们提醒说 问题不在我们机组人员 问题在哪里 在过境旅馆 我写了好多篇 然后我也利用一些关系 找了一些从政的一些朋友 去反映 没有 不用有这种事 就是你们机组员 跟过境旅馆无关 结果就爆了 结果就爆了 所以第一个傲慢 他听不尽力 想给他的箭言 即便是事关人民的事情 第二个无心 分成两种心 第一个他就不专心 他把指挥中心当成是竞选总部 他想的还是选举这些事情 还是把很多选举的利益 凌驾于大家 真正生命财产 我们民众的这些 健康价值的利益上面 他就是不专心 再来他没有人心 他没有认真去考虑说 你现在所做的每个决策 你要不要赶快发这个快塞剂 你要不要赶快把这个药 变成快塞羊 即可就可以给 这都是关心人民的生命 他没有这种人心 他没有这种人心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上次的节目 我跟那个有志哥有讲到 上次的节目 中老年人讨论的非常多 而且甚至提到儿童肝炎 是下一步可能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长照机构 大家有没有去关心的 CDC有没有想到 因为下一步就是中老年人 这些死亡例子 可能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我的朋友就是 长照机构的负责人 他在一开始跟我求救了 我有想尽办法 帮他做了一些 可是我只能帮一家 那其他家呢 有没有人去想过 长照中心里面 这些老年人 其实是一个最危险 而且包含照顾他们的医护人员 其实都是非常的危险 对 对 对错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政府要撒钱了 这是行政院拍板 新一波的振兴方案 是振兴 345.6亿 要加汇四大行业 包括了观光餐饮 艺文交通 那么会有将近90万 这是89.9万人受惠 那我们等会 他怎么样的这个振兴 内容我们等会先来看 不过这个消息一出来 业者狂骂 说振兴个鬼啊 你先纾困吧好不好 那也有网友在骂说 你搞这干嘛 你还不如直接给我减税 而且观光业就炮轰 就说政府一直喊振兴 我还要等到9月 我现在已经快活不下去 我快断催了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又推振兴方案 345.6亿 3456 这个数字是抽出来的吗 兵哥 所以难不成又是画错重点 他不是画错重点 人家重点画得很对 是你们搞错重点 因为这个不是振兴方案 这叫买票方案 他为什么要到9月 推出这个东西 因为要选举啊 11月要选举啊 所以他这一波 完全是针对买票来的 因为这很好笑嘛 请问一下 振兴是什么意思 振兴是当我们大家生活 全部都OK了 正常了 当然旅客也可以自由往来了 这个时候你推振兴方案 才有意义 请问一下 现在出不去进不来 你要怎么振兴 你振兴什么鬼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请问一下 有几个人愿意去旅游 而且团进团出 大家是一起感染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 你现在推振兴方案 不是搞笑吗 所以 他现在本来应该 我看到我也吓一跳 我想说为什么不弄纾困 怎么会振兴啊 重点他应该要纾困 可是问题是 民进党希望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 经济活络 对经济活络 然后大家生活都正常 那一些认为 现在生活不正常 是别有居心 他希望 他希望要做 营造这种氛围 就是 他要让大家觉得说 不会啊都很好啊 都OK啊 大家生活都很正常 看电影的看电影啊 干嘛的干嘛 鬼咧 我跟你讲 我每天大概都会坐捷运 我也是 最近捷运几乎少掉一半 少掉一半 而且我跟你讲 就人少嘛 所以他那个班具 也就拖得比较长 拉长了 对 他拉长的人都还比平常少 对 你就知道 现在多少人不敢做大众因素工具 因为怕被传染 就这么简单 因为就算年轻人不怕 家里有长辈 你也会怕 家里有小孩你也会怕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 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嘛 实际上政府假装 大家生活很正常 实际上 生活已经极度不正常 现在有多少店 就算他有开 他不敢让客人内用 对 他主动不让客人内用 那有些店 就算他有开放客人内用 客人也不太敢再有内用 就变成这样子啊 像我这种不怕死的人少 我是管他的 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趁热吃东西 你只好带回去 我就没什么兴趣 所以 这个是摆在眼前的状况 你政府 结果政府你知道 他最近的一些束缸方案是什么 你知道 我提供优惠 优惠 比如说你来客人多少啊 你卖多少夜街 我提供什么打折啊 或什么东西 你是 这个才是真的莫名其妙 我现在就已经没生意了 我没生意了 你说提供优惠 提供打折有什么用 根本没有用 重点是 你要知道 政府要嘛你就怎么样 要嘛你就有办法 让大家都走上街头 高兴吃什么去玩什么 都一切如常 你要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可是现在肯定你没有办法 不可能做到这件事嘛 所以你应该要反过来去思考说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 我就算开了门 可是没有人敢来做 敢来吃你的东西 敢来买你的东西 因为大家上街的意愿降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针对这些行业 你要去做 针对每一个不同的行业 去做相关的纾困方案 可是他不打算 因为他如果现在 一宣布这个东西 等于承认什么你知道 承认我们现在生活很不正常 你会注意到他到现在一直不愿意说 什么三级警戒 都不愿意讲 可是实际上 彭博就已经告诉你 台湾还是一个限制很多的地方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台名才会近乎垫底啊 对啊 那我们的政府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一直要洗脑你 告诉你说 我们没有限制什么东西 大家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你现在觉得他推出一些政策 都莫名其妙 那至于快塞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怎么样 哇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三对象免费发快塞 零四六岁 免费发5G快塞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们 大家很多人在等的第二轮 实名自然 听说今天要宣布 结果宣布了没啊 应该没有 我到现在没听到 我也没听到 你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卡这么久 原来就是为了存货等这个 他说先发免费的 之后才会第二轮 是 所以啦 这表示什么你知道 表示快塞不够嘛 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他如果一旦去 弄了第二波实名字的话 第二轮实名字 直接就没得发 免费的没得发了 假如他手上的快塞 就很少嘛 蔡英文总统蔡依依依 蔡依依依 那依依季呢 她说五月底会到 还有几天啊 五月底剩几天 今天也二十七号咧 这四天之内你不到 你就黄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跟你保证不会到 蛤 不会到啦 就这么年 因为那依依季 一定是分批来的嘛 怎么可能一次来 搞不好他一一季的 第一批一百万来 他还跟你讲到 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这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事情 快塞这个东西 全世界只有台湾在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刚刚淑慧已经讲了 我们台湾自己 有厂商会生产 全世界有两三百家 厂商在生产 这个东西 你只要开放 让他自己进来 至于要卖贵要卖低 是不是他家的事啊 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 快塞自己 在香港卖的又有几块 然后结果我们要买 一百块以上的外国士气 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告诉我说 政府不是刻意在 土地哪一些厂商 然后讲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不知道 这些观众朋友 你们相不相信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是绝对不信 尤其你知道吗 这一波的振兴方案的内容 还要振兴谁 我们去看了好久 研究了好久 那当然蔡英文总统呢 有做了一张梗图 包括了说鼓励餐饮业促销补助 五万两千家业者 统装瓦斯洞涨到九月底 降低业者负担 鼓励自由行的旅客 观光旅游产业 自由行好像是一千三百块 是不是 补助减班休息和失业劳工 延长受冲击中小企业的纾困振兴 贷款延长 还有关键原物料实施 第四波税负减征的措施 由本年六月底延长到九月底 统装瓦斯洞涨延长到九月 新一波的纾困经济 就是345.6亿 减收101.5亿的租金 吸收31.2亿的税金 这个是针对国有地的部分 国有地是谁弄 不是都是财团在乘租吗 所以小民有受益到吗 其实真正有的话是之前 之前的比如说3万块 很多人生活补助自营商的部分 一般劳工可以申请10万元的纾困贷款 那这个部分目前没有 目前没在这一波振兴里头 所以我才要请教淑慧说 他到底有没有救到真正饿肚子的人 那他要救谁 他要振兴谁 是财团吗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在振兴谁 可能救谁 之前发这个券的时候 发这个券的时候 大家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印那个券 要印出来 是发现金 坦白说 我当然可能比较阴谋论 但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面做过事 现金的合销是非常严谨的 你券你印出来 你哪知道他印的是2300万份 还是2310万份 你哪知道呢 还有到底有哪一些人领了 你也不知道 真的领完了吗 剩多少 那剩下的券 到底核销了没 烧掉了没 毁损了吗 销毁了吗 你不知道 可是那些都等同于钱 在那半年里面 这是我那时候觉得 比较阴谋论就是 我是想不通 你为什么还要多花几亿 去印那个券 然后再去发发发 然后我们拿去花了以后 店家还要再去拿去换成钱 大家一直都不懂 那如果你要我从这个 比较阴谋论的去想的话 我刚刚讲的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请问有哪一个人知道 我们的这两次的这个振兴券 你要三倍券五倍券 到底真正被兑换掉多少 然后剩下的到哪里 不知道目前没有公布数字 对剩下的到哪里去了 有行政院有公开销毁 那个券给我们看吗 当然没有啊 那就是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 我们不想要这样去揣测这个政府 可是我们实际上到第一线听到的 就是这两三年 政府不断的在花钱追加预算举债 说给你三倍券 说给你企业纾困给你振兴 可是为什么还是一堆人苦哈哈的 来跟我们成情呢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打一个大问号 尤其是台北市 因为我是台北市的这个民意代表 台北市真的很惨 为什么惨 台北市的主要的产业就是服务业 餐饮业服务业 人跟人接触的 我们没有工业制造业跟农业 所以台北市在这两年的疫情里面 受创最深 观光业也没有了 国外的也没有 当然路客更早就没有了 餐厅冷冷清清的 百货公司啊 美容美法全部各行各业萧条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